湖南一名女子身陷赌博漩涡挣扎不出,一夜之间赌输245万元,债主追上家门,丈夫这才清楚事情的真相,可当她询问缘由的时候,女子却突然情绪失控,拿起菜刀就追着丈夫砍,她还一再否认自己赌博的事实,声称自己只是被骗了,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丈夫又该如何应对呢? 点个订阅不迷路,果然离谱为您申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2021年的一天,王先亮站在家门口,目瞪口呆地看着几个陌生人在自己家里来回走动,搬走一件又一件值钱的物品,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完全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直到那辆心爱的奔驰车被人开走,他才如梦初醒,冲上前去拦住了准备离开的飙行大汉,你们是谁,凭什么拿走我的东西? 王先亮声音颤抖地问道,那人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说,你老婆欠我们钱,这些东西都是抵债的,你要是有意见,就去找他问清楚吧,说完,他转身离开,留下王先亮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不知所措,王先亮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环顾四周,发现妻子石美云正蜷缩在沙发的一角,低着头不敢看他,他走过去,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欠了多少钱?谁知这句话像是点燃了导火索,石美云猛地抬起头,眼中闪烁着愤怒和恐惧的光芒,他跳起来,冲进厨房,抓起一把菜刀,就朝王先亮砍来,你还好意思问我,都是你害的? 石美云歇斯底里的喊道,手中的菜刀在空中挥舞着,王先亮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连连后退,险些被绊倒,幸好两个女儿听到动静跑了出来,一把抱住了失控的母亲,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看着妻子疯狂的样子,王先亮心如刀角,他怎么也不敢相信,曾经温柔贤惠的妻子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王先亮强忍着心中的痛苦,开始仔细回想近期家里的变化。 他突然想起,最近几个月,妻子经常深夜才回家,而且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每次他问起,他都说是在和朋友聚会,现在想来,这恐怕就是问题的开始,当王先亮终于冷静下来之后,他开始仔细回想近期家里的种种异常,他突然意识到,妻子石美云的行为早已暗示着这场风暴的来临,只是他一直选择性地忽视了这些警告信号。 回想起来,石美云对打牌的热衷由来已久,起初,他只是偶尔和邻居们凑个局,输赢不过几十块钱,王先亮虽然不太赞同,但也没有过多干涉,毕竟这看起来只是一种无伤大雅的消遣。 然而,随着家庭条件的改善,石美云的花费也在悄然增加,从几十块到几百块,再到后来的几千块,每次王先亮提出质疑,他总是说,没事的,就是和朋友玩玩,输了也不多, 王先亮心里清楚,这种行为是有风险的,但他不忍心打击妻子为数不多的乐趣,他天真的以为,只要自己挣得多,妻子这点小小的花销就不成问题,殊不知,这种纵容正在滋养一个更大的祸患,他怎么也没能想到,妻子竟然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并且还越陷越深,直到有一天一通电话的打来。 才让这件真相浮出水面,请问是王先生吗?我是某某公司的,我们向贵公司订购了一批货物,货款已经发过去不短的时间了,请问你们这边什么时候发货啊? 类似这样的电话打来了不少,但他却对这些订单都毫无印象,只能前往公司和堂弟查队起了账目,这一查不要紧,他彻底被真相惊呆了。 原来,石美云利用他作为公司财务的便利,私自挪用了大量公司资金,他不仅用公司的名义向客户预收了货款,还将这些钱据为己有,外加上赌债与贷款。 欠下了总共整整245万元的债务,王贤亮颓然坐在办公室里,回想起妻子最近的种种异常,外加深夜才回家,情绪起伏不定,对家人忽冷忽热,以及最近发生的一切异常,到现在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但是,他又一次质问妻子是不是赌博了,可得到的却是妻子满口谎言的否认,他痛苦地意识到,石美云已经深陷赌博的泥潭无法自拔,那些所谓的高档会所,很可能就是非法的赌博场所,而他的妻子在一夜之间将多年积攒的家业和公司的信誉都毁得一干二净。 随着事态的发展,王贤亮不得不直面一个令人心痛的事实,这并不是石美云第一次背着他借钱,回想起来,他们的婚姻生活中早已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只是他一再选择纵容,事情要从十多年前说起。 那时候,他们刚刚结婚不久,正沉浸在新婚的甜蜜中,王贤亮忙于工作,为了给家庭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而石美云则负责打理家务,照顾刚出生的女儿。 有一天,王贤亮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喂,请问是王先生吗? 我是你妻子的朋友,他向我借了五万块钱,说好上个月还的,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想问问你知不知道这件事,王贤亮听完,只觉得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他强压着心中的怒火,平静地回答,我知道了,我会处理的,挂断电话后,王贤亮立刻质问了石美云。 面对丈夫的追问,石美云起初还想狡辩,但最后还是承认了事实,原来,他在结婚前做过一次小生意,结果亏了本, 欠下了五万元债务,王贤亮听完,心里既失望,却又有些心疼,他认为妻子是出于好意,不想给自己添麻烦,但是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不就是坦诚相见吗? 最终,王贤亮还是选择了原谅,他帮石美云还清了债务,并且严肃地告诉他,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跟我说,我们是夫妻,应该共同面对,石美云连连点头,眼中满是感激和愧疚,王贤亮以为。 这次教训足以让妻子明白诚实的重要性,然而,他错了,大错特错,2013年,也就是他们结婚的第十年,王贤亮又一次发现了异常,这次数额更大,高达三十六万元,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 只是这次,债主找上门来的场面更加难堪,王贤亮再次替妻子还清了债务,但他的心里已经种下了怀疑的种子,他开始更加关注家里的财务状况,甚至暗中调查妻子的日常开支,但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家中都没什么变故,他以为妻子已经改过自新了,也就放松了这种关注。 却没想到,他竟然会酿下如此的滔天大祸,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天价债务危机,王贤亮决定寻求法律援助,他联系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律师仔细审阅了所有的相关文件后,给出了一个令王贤亮稍感宽慰的结论。 这245万的债务应该被认定为10美元的个人债务,而非夫妻共同债务,这意味着,从法律角度来说,王贤亮并没有偿还这笔债务的义务,但是,王先生,律师严肃地说,虽然法律上你可以不承担责任,但考虑到你们是夫妻关系,这个问题恐怕没那么容易解决,王贤亮点点头,他明白律师的意思,即使法律不要求他还钱,但道德和感情上,他也难以置之不理, 毕竟,那时,他朝夕相处多年的妻子,是他两个女儿的母亲,律师看出了王贤亮的犹豫,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我建议你们可以这样,首先,石女士要承诺彻底戒掉赌博,不再碰麻将,其次,你们共同确认这笔债务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个还款计划,最后,在这个基础上,你们可以尝试重建家庭关系。 这个建议让王贤亮陷入了沉思,他明白,这可能是挽救婚姻的最后机会,但是,他的内心却充满了矛盾和犹豫,一方面,他虽然对石美云失望透顶,却也不忍心看到两个女儿生活在破碎的家庭中,而且这么多年来的共同生活,让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那些美好的回忆,那些共同奋斗的岁月,都让他难以割舍,但另一方面,这次事件彻底摧毁了他对石美云的信任,他不敢相信自己最亲近的人,竟然会做出如此令人失望的事情,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害怕即使原谅了这一次,将来可能还会有下一次更重要的事。 但是,王先亮开始质疑自己的判断,他曾经以为自己了解石美云,但现在看来,他似乎从未真正了解过他,这种认知上的落差,让他感到深深的挫败和无力,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王先亮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告诉律师,我想我需要一些时间冷静思考,但是,我倾向于提出离婚,走出律师事务所后,王先亮的心情异常沉重,他知道,接下来等待他的将是一场艰难的谈判和痛苦的分离,但他相信,这个决定虽然残酷,却是必要的,回到家,看着熟悉的环境,王先亮忍不住叹了口气,他想起了那些曾经幸福的时光,想起了两个女儿天真的笑脸,他知道,这个决定不仅会影响到他和他, 和十美云,还会对孩子们造成巨大的伤害,但是,他也明白,与其让孩子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和不信任的环境中,不如给他们一个诚实和正直的榜样,也许现在很痛苦,但长远来看,这可能是对所有人最好的选择,这个令人心痛的故事,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他告诉我们,婚姻不仅需要爱情,更需要彼此的信任和坦诚,一时的隐瞒,可能换来暂时的平静, 但长久的欺骗终将导致不可挽回的破裂,同时,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要警惕赌博的危害,赌博不仅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更会摧毁一个人的信誉,破坏家庭的和睦,我们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远离赌博等有害行为。 最后,让我们记住,生活中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但只要我们保持诚实,互相信任,就一定能够渡过难关,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点个订阅不迷路,果然离谱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意识。 感谢观看